平東潮州大馬路上機車直行 右手邊方向另一輛機車 突然原地起步軌切 左轉 騎士立刻狂按喇叭 擦撞碰一聲 阿嬤往左跌倒重摔 重擊地面後 整個人痛到癱軟爬不起来 但事後騎士破文抱怨 說阿嬤兒子到場道歉 說抱歉弟弟都是我們的錯 但調解時又突然改口 開價60萬元 府未經 出判對方權責 這是要賠什麼呢 炮轟遇到碰瓷敲詐嗎 好險有行車記錄器佐證 太不合理的 太離譜了 權責的話 為什麼還要負擔這個 行車記錄器來佐證一下 阿嬤違規 轉彎權責 還食指大開口 索討60萬元府未經 而台南證明阿嬤 騎車後面掛水桶 正好擋住車牌 原來一名夫人走到路口等紅燈 遭到阿嬤追撞 造成大腿骨折住院治療 阿嬤自己也摔車 但爬起來後 竟然加速逃逸 警方調閱監視器 竟然發現造勢車輛 剛好從眼前經過 立刻攔下 比對煞車握把斷裂處 和證物吻合 終於逮到人 駕駛向警方坦誠 因沒有駕照擔心招法 才會造勢逃逸 因為無造駕駛 才會撞人造勢逃逸 阿嬤哭求也沒用 被移送法辦 也提醒民眾 騎車也要裝行車記錄器 方便離奇責任 避免被喬渣 記者 張柱南來文章 網書和屏東台南報導